现在好 我们常常会说 哎呀 那个人好固执哦 或者我们会说 哎呀 我执好重 到底什么叫做固执 什么又是我执 那今天的这句话呢 我想大家一定会很豁然开朗的 找到一个出口 原来说不定我也有这样的现象 那就是我执只是一种想法 当想法改变 命运就会改变 我执只是一种想法 当想法改变 命运就会改变 我在课程 十四年来的教学互动成长当中发现 有一些人他一直有掌权的这种习惯 掌权它也是一种我执 比如掌权的人 你会发现他在任何地方 都会发生同样的逻辑 比如我曾经有一次在课程里 我们让大家每天都在户外 然后坐在青草地上画画 大家都不能讲画的 而且我们规定了 就是大家各自画自己的 我们都有一定的逻辑 请求每一位同学都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 结果你就发现有一个人 当我们的要求是说 第二次大家要两个人一组一起画 然后都不能讲画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 有一个女强人 当别人跟她同一组的时候 虽然不能讲画 但是她用肢体 她拍她的手 意思是说 我不要这个颜色 然后当别人要画哪里 她会告诉她 不讲画用肢体 她用笔的 所以你从这个肢体互动中就知道 平常这位女士 肯定是一个在家里 在公司 大家都要听她的画照做的人 所以她在课堂里 哪怕是画画 老师都已经要求了 大家不能讲画 各自想怎么画 就信赖自己的内在 可是她还是不准人家 画那个颜色 希望别人画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 不会发生在一件事 它一定会重复在很多地方展现 就是我常常开玩笑的 说死人个性很难改 虽然个性很难改 现在我要说一个我印象难忘的我值 有一位小姐一直在美容 虽然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她是透过不断不断的美容 她的我值就是她要当一个好人 所以你明明知道她并不欣赏的东西 并不需要的东西 她一定给你买 那你是不是很高兴 然后她买了隔天一定要退 而且她不是只对一个人 她对很多种商业模式 她为了要当好人 因为她的我值就是 我要当一个人家很喜欢我 觉得我很挺她的人 所以你只要跟她要约什么 她一定捧场 但是她隔天就要退 各位这样好吗 你隔天再退 比你干脆都不买还严重 因为你不断的后悔 然后让别人这样白跑 然后让别人为你这样的忙碌 其实这真的是在捉弄别人 但是她没有发现 她只是一日抱怨 为什么我对家人付出那么多 我买房子登记妈妈名下 我钱给我的弟妹做生意 我供养他们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够领这份情 后来我也发现 她的家人很弃她 而弃的缘由就是因为 这位女士她都要掌权 她的我值很重就是 我用钱买你们要听我的话 我用钱 你们一切要让我做主 我用钱只有我说了算 所以各位 这是不是一种我值啊 你觉得这样子的人 他的命运会真的好吗 他会真的快乐吗 那现在我也同时举一个很正向的 那就是有一次在我的演讲会上 有一个满脸忧郁的中年人 他是行动不方便 一只脚呢是穿着一只 所以你就会看到所有的人群里 他在最后面 然后很忧郁的 结果呢在我的鼓励之下 他终于一起来成长了 而且哦超乎你的想象 他是一次哦 把我的三合一 也就是终身跟我学习的课程 他一次报了 结果我们很快看到这位行动不便 装着一只 他一只以来觉得自己的婚姻不幸 觉得孩子不够爱他 觉得大家都没有看见他 就是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是残障人士 所以非常没有自信 那么透过跟我们不断的在一起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 他整个面向都改变了 所有我的场次 只要是需要当义工的 哪怕在外县市呢 他搭高铁 他都会来参加 都会来帮忙 然后帮忙的隔天呢 跟每一位学长啊 去游山玩水 然后呢 我常常听到说 谁要来接你啊 他说哦 我朋友会来接我 哇 我说你的朋友交友广阔 比思杰老师还多 我们现在看到 他的我职啊 完全改变了 把原来觉得自己 啊 很没有自信 因为是残障人士 把这份我职放开 他的命运也整个开了 现在他真的非常的阳光 是我们的学长里面的招牌人物 所以我再度的提醒你 不管你此刻过得多么的黑暗 悲惨 其实那也都是你在某一个角度 有我职 所以请你记得今天的提醒 我职 我职 只是一种想法 当想法改变 命运就会改变 祝福你 我们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